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30号应寻表示 15年前针对岛内台独分裂活动猖獗 全国人大制定实施反分裂国家法 这是国家意志和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年来 在遏制台独分裂图谋 推进祖国和平统一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促进两岸关系发展 维护广大台湾同胞福祉 提供了坚实法治保障 当前 台海形势复杂严峻 台独分裂势力挑衅动作不断 严重挑战我们维护国家主权 领土完整和发展利益的底线 反分裂国家法实施15周年座谈会 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发表重要讲话 充分表明了我们遏制打击 台独分裂的坚强决心 维护两岸同胞利益福祉的永恒初心 推进祖国完全统一的必胜信心 马晓光说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 任何台独分裂活动都是非法无效的 如果台独分裂势力 胆敢以身是法必遭严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